大家好 大家好 阿曼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看透透 新闻看透透 这个强冠 现在我们才知道说 这间公司不只跟郭略城买收水油 而且它是从香港进口人不能吃的工业用猪油 强冠这间公司是食品公司 它怎么可以去进口人不能吃的 它到底流向流到哪里去 我觉得很猪猪 我的意思是很可能案情还要再扩大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收水油 现在环保署没在灌 他说现在收水油台湾一年有7到8万吨 不知流向 所以我们大家以为也许只有郭略城 也许只有强冠 搞不好还不止呢 那每年的7万吨到底跑去哪里啊 真的只有做肥皂吗 肥皂有做那么多吗 长啊 我们吴嘉诚老师说 那个书 东海大学那个书教授 东海应该要好好考虑他的去留 这个书老师今天他说 我记得去电视台给他设计 那这个书老师的角色 为什么他要出来帮业者讲话 为什么要帮这个政府讲话 今天我们也要来讨论 马总统说 黑路行政医 但是痛批屏东县政府 到底马总统讲的有没有道理 屏东县政府有多少责任 中央的大官们 怎么会这样大家走到美到没人 今天也要来讨论 今天邀请的来宾呢 第一位是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师 徐老师 您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四万大学化学系的教授 吴嘉诚 吴老师 吴老师 您好 宏益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呢是 这个新北市的市议员张宏璐 宏璐兄 您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邦球算出来 好 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 钟联华 您好 吴嘉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王时起 时起好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罗友志 友志六 吴嘉诚 大家好 这是今天 今天的自由时报一版头条 强冠六年来 它对香港的境界 2400档的地油 但是香港 它本来是没生这个 不然香港说有哦 我们没有强冠 而且没有的都是工业用租油 杜老师 上面有做工业用租油 就是那个油啊 只能拿在工业上面去用的 这个就像我昨天讲的嘛 这种油基本上是应该要拿去 顶多机械用油 或者是车子的油 把它转化了之后 润滑油或转化之后变成生殖柴油 来使用的 那现在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嘛 生殖柴油已经停了 没有去处啦 但是这个油还在进啊 怎么办啊 于是呢 大概就转到我们这种食用油来啦 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事情 你认为这个也是跑到食用油吗 我觉得这是跑到食用油去了 要不然它还有哪里需要这么大的这个油啊 所以这个部分 就说就说 这个郭列城 他去台中 拿收水油 去粉林找收水油 去高雄找收水油 什么植物用油嘛 去便宗收收收 一斤去人收十二三公斤 一公斤 然后他跟这个煮煮后 他就没给抢罐 抢罐的时候 他就一公斤没十八至二五公斤 另外还没给进卫 进卫是做治療的 他就没给他一公斤十六块至二十块 然后这个进卫呢 再去做成饲料用油 然后这个 墙罐呢 他在混合 他跟三分之一的收水油 跟三分之二的这个猪油 混成猪油以后 一公斤没五十三四块 没用什么圣香针 卫王 卫力 卫泉 叮叮叮叮叮叮 可是联卫王 我们现在到底是几档 没有 强贯几档 没有那个进卫几档 你是说那个郭列臣 总共他们卖给 卖给这个有问题的收水油 郭列臣总共卖出来 我记得是量不多 几百档而已 对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两个数字是抽不出来 因为强贯为郭列臣拿到货的数量 远小于他出的货 我记得他好像是七八百公吨 强贯出了大概八百吨左右 可是郭列臣卖给他其实不多 一点点 所以这个数字兜不起来 对 就是说你中那个大概有几百吨的差额 那个油是从哪里来的 一开始的说法是说 它是用三分之一的 郭列臣的这个收水油 三分之一的底油去扣 可是我现在严重怀疑 有什么情况为香港进这么多 我记得那天的报导 因为我没有数字拿在手上 我记得说 说有五百吨大概进入我们肚子里 是不是五百吨 差不多 如果最近新闻的数字 应该已经是将近千了 但是这个数字 基本上都不出来 就是到底这些油都去哪里了 我今天我有一个在中部 你做要一百年就拚拚 我要说的意思是 你说新闻闹那么大 其实也只有一千吨 可是他进了2400吨 进了2400吨 这是人不能吃的 对 然后这个吴老师现在是说 这个其实也都可能 他华语都进肚子里 对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强官是做什么样的业务的 他的经营的范围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 跟食品业密切挂抠的 对 你如果说呢 不是他如果拿去机械用油 或者甚至生殖材料 生殖材料现在没有了 那个没有什么利润 利润最大其实就是进到食品业这边来 所以这个能够不查吗 其实呢我们过去做的很不好 这些东西怎么进来的 他登记不是说用 所谓的食品用的油这边来的 不是我们登记所谓的F01这种品相进来 他是F02进来的F02这个东西就表示说 F01还是实用的喔 自然会去做查验喔 但是政府当然没有想到 他F02进来 面查 但是这就表示政府本身啊 他是有点脑筋不知道在想什么 人家如果要做违法的话 他会从F01吗 他一定从F02嘛 所以你更应该注意F02这个部分嘛 现在呢F02出问题了 所以我是觉得政府本身积极主动管理这个部分 他就已经失灵了 对啊 而且你刚才说生殖才有当时停的 近年停的啊 近年停 近年停嘛 对对对 因为这家公司今年还进了87吨的工业用猪油 对今年5月有进 那到底他哪去哪里的呢 这个工业从香港进口的工业用猪油 到底品质怎么样 有一个员工蔡先生出来爆料 对蔡先生说的 待会我给大家補充 那是什么东西 来先休息进广告 好那么这个强冠从香港进口这个工业用猪油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蔡先生啊 他爆料 而且他是强冠的前员工 叫蔡先生 他爆料 他说强冠做这个欧心的事业已经有13年了 他说对香港建口的猪油跟收水油 其实没什么两样 筒子一打开恶臭扑鼻而来 但是强冠呢 经过脱酸脱臭精炼以后 使用劣质油大赚黑心钱 不要命了才敢吃强冠生产的油 蔡先生说 别人我不管 但是我不敢吃强冠生的油 他是员工耶 他自己生成的 他不敢这样 他说你如果没命就去吃 不要命你才吃 然后呢 他说他亲眼看过这些油的原料 第一个反应就是反胃 他说 那汤子蒸一摆 对香港一摆之后 会有一种像是开汽水般那种爆气 不 比我们那个平常的收水桶 比收水桶还要脏 比盆烫更辣 打开那个味道很臭 然后呢 他经过脱酸脱臭 以后呢 精炼过油品就变白 没有味道了 两桶的香港劣质油 把它混一桶割裂成的油 就成了市面上的香猪油 这样的黑心生已经长达13年 不好意思喔 我刚刚说的是说 啊他用郭列成三分之一的收水油 如果用两三分之二的那个什么 猪油下去混 但是他不是用好的猪油 不是喔 应该就是香港进来的 对 那蔡先生这个我刚刚说的是说 他用两桶肉的工业用猪油 套郭列成的收水油 民国90年以前 强贯是从美国进口原料 一趟大概两百块美金 但是呢 改买香港来的油 一桶只要15美金 价差高达13倍 香港秀喔 香港秀吗 香港秀哪个秀 这不是人吃的东西也秀 强贯的副客长无数会说 进口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在国内的海关 食药署跟进出口管理局那边 都会挡掉了 怎么可能让他进来 不好意思喔 你工业用猪油 他刚才吴老师说什么 这不用压吗 工业用不用压 不用压嘛 可是宏宇 他现在有个问题 他跟卫福部申报的 特别后面还著名用英文写for human 就是食用油 奇怪呢 那到底是强贯在说谎 还是海关登记不实 还是卫福部的资料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到现在还是一个疑团吧 应该好好检查一下 而且我觉得我认为啦 我的研判台湾绝对不只强贯一家在干这种事 为什么对不 为什么 鸿宇他有暴力 他是有暴力可助 你想想看 一趟15块美金 我不知道一趟可以提升多少 美国是200块美金 吴老师刚刚的建议很好 真正会出问题是所谓的工业用油 那请问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在海关他进来之后 有没有一路一步一步的追踪下去 你在工业用油 你怎么进到食品厂就不对啦 有没有追踪显然没有追踪 那这样香港有比较多工业用猪 香港根本没有什么养猪的啦 这个他这些油又从哪里弄来的 这个大家就很担心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像刚刚讲的动物什么的尸体都来了 有些还出去变成飼料 一部分变成飼料等等之类的 我要谴责一下这个农政单位 农政单位在记者会的时候 其实人家都知道你有七条管道 这些油的这些去向有七条管道 你都不告诉大家 这个也是一个严重失职的现象 为什么他要保护谁 对啊 我觉得他恐怕觉得这个事情很大 真正的有科学sense人都知道 你拿动物尸体等等之类的东西 再去喂动物的时候 这就会造成像以前我们很担心的 美国狂牛病的那个啊 那个普利洋蛋白就是这样培养出来 动物吃动物啊 结果出来了 现在发现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农政单位 在养成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在培养 所谓的说不定狂牛狂猪症的这些 令人担心的普利洋蛋白质 薛老师我刚才这样讲有多厉害 对其实宏益我们之前谈的是 郭裂层收购这个收水 郭裂层 对 可是你现在才发现那个收水油其实是小块的 对 他今天讲说他不只是收购收水油 还有丝油 死掉的鸡啊 死掉的鸭死掉的 还有死掉的猪 另外强贯最重要的时期是进口这些工业用油 所以你现在这个圖片就会比较清楚 收水油其实只是一小块啦 工业用油 我觉得马总统今天讲说地方政府没办好 地方政府做很漂亮 那想请问进口工业猪油 那谁在管这个事 没人管啊 有啊 海关要报啊 海关要等要死 但是他没有验耶 对啊他当然不验啊 因为你是工业用的啊 可是海关或是农粮署 或是农委会不会问一下说买这个人是谁 因为做猪油三大家而已 台湾做猪油最大家只有三家而已 强贯这样 强贯进这个是因为他的机器需要这个论滑油 我认为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多追一下 或是你去问你 我认为说我们整个施品官 是不是可以从源头 你如果源头只有三家 你能不能叫强贯强制他 把他的这个原料都从哪里来弄出来 否则现在情况是我们在追什么 所以这个什么菜包有没有问题 水饺有没有问题 饼有没有问题 你知道这个蔡先生 他说他合理法语 香港根本就没什么人吃虎 对啊 他说 可能这些都是中国可怕的地沟油 南京的工业用 香港的工业用柱油是中国的地沟油 香港不怎么有养柱 连鸡都没有 香港那时候不是缺蛋吗 对 买蛋就中国来做假蛋没有蛋黄的蛋给你吃 或是蛋黄是做色素调出来 所以我就说香港只是转口而已 对不对 这个猪油这个工业用猪油 就像你讲啊 搞不好是地沟油 只是好听一点就说台湾的收水油不够 或是收水油搞不好成本还更贵 对中国那么专门的啊就从那边来 结果现在情况怎样 香港要下架台湾的食品 中国也要下架 中国觉得说 原来我的地沟转去台湾 做成食品来 以前是想说自己大陆自己做的不安全 对不对 然后讲奶粉啊什么 现在是台湾做的更不安全 有可能吗 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不是说有可能 百分之百合理华语啊 香港绝对没有养猪的啦 很少啦 有的是元朗的地点一点点嘛 我有查过资料 这绝对是中国的油来进 透过香港转口贸易 然后来到台湾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政府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算他之前不知道 他今天知道了没 昨天知道了没 对不对 他竟然密起来啦 这个政府这样躲起来不去追啦 这样是这样 我觉得他比共产党还更可怕 共产党执政 共产党人家抓到了 在中国他抓到了那些人是枪毙的 那结果我们现在官员是躲起来不去处理 那种工业用的那种猪油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小时候我们在那种打工工厂 一定要一个机械的轮轴的润滑 黑油那种 那都黑油 可能黑油也可以 黑油也可以 就那种油 这种油拿来给人吃 我觉得很可怕 而且就像刚刚教授讲的 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养猪啦 或一些农业用的饰料 竟然是添加这种油 而且这种油是政府知道允许它 我们都吃得多了 它的逻辑就是强贯去香港建那些工业用株油 香港就没有那么多工业用株油 所以有可能是从中国来的 那有可能在工业用株油 吴老师是说已经吃了要百度地了 那中国的这个地溝油长什么样呢 刚好这里有一堆照片 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 分享 来先休息一下 好那么这是中国 有关的这个地溝油 他们这个也是收水油 有一些是地溝油 按照他的说法是说 这个人其实疑无的 他帮他们洗洗盘子 等到这个桶子装满了 他就可以拉回去了 不过其实要用买的嘛 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吃 其实比台湾还有 对 对吧 OK 这其实搞不过还蛮辣 如果四川的话 这种口味 湖南就很辣了 好那这个是 他们在熬油 在熬油 那再来是 这个是 正在熬制 火锅油 蒜火锅的油 奇怪 还有分 人家分好像很细 好那这个是 他说这是某一个村落 他们去收集原料的时候 拍的下水道 这是你看到这个 下水道的人孔盖 下水道人孔盖 就丢了一支原料 那附近一定有餐厅 黑起来后就放在汤里 这样才叫地沟油 对啊这是标准的地沟油 标准地沟油 同手无漆 同手无漆 而且它沉淀在那里很久 那个池料 成年的地沟油 成年的 像瀝青那种样 像瀝青一样 好 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 也是那种动物尸体的内脏 这样 但是这个环境还是有很弱的 他们在煮的时候 其实也还不错 满环保的都有把塑胶带拉起来 初步过滤过 这个他拉的那个是塑胶带 那这个也是他们在制作收水油 这个是拉回来的这个收水油 他说他们还不错 先喂猪 喂胜的再把它熬成这个收水油 这样这是中国的部分 那我刚刚给大家看这些照片 就是说香港照理说没有那么多工业用猪油 连这个蔡先生都怀疑 就是这种油对香港温过来台湾 这样 这当然是合理的怀疑啦 因为香港没有这样子 没有这么多的原料嘛 他取得这些东西最直接 而且成本最低的方式可能就是从中国来 而且你看台湾的这个墙罐跟他买 本来跟美国是200 然后跟香港买15 可见香港取得这些东西 价钱一定是大概至少要砍半以下 他才会有这样子的利润 那所以合理的怀疑当然就是从中国来 因为中国的那么大餐厅那么的多 然后直接到香港这边来 然后香港再出口 那只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说 好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有这个自由公司 然后要进口这些东西的话 那中央政府不是他应该要针对任 所有的食品的原料都应该要从源头开始管制吗 就中央政府要负责的部分就是源头 还有边境管理 还有接下来在市面上贩售之后的认证 这三大项应该都要都要是中央政府责任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中央在源头的地方没有管好 在边境的地方也没有做好检查 然后最可怕的是在尾巴的那一端 他也没有去查那个流项 反正进来就进来啦 我也没有管理用到哪边去 所以流到哪边去废油我也没有在收 然后再加上刚刚讲的认证也出了问题 所以现在是连环每一个环节通通出问题 那这很糟糕的说 哎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可怕的画面 可能真的就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 而且听这个强灌之前的离职员工讲说 他那个蔡先生 蔡先生开的时候啊 是像汽水一样 这可见里面应该是发酵过的有沼气 就是脏东西那些废弃物他才会 他才会像汽水一样 应该是比台湾的更垃圾了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那所以政府不是应该要从油的厂开始去抓吗 你只要去多关心这些油的厂 他们就不会去做后面的这些肮脏的事情啊 那所以就是政府很多个环节没有做好 很多个部门没有去按照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去检查 然后去追踪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种状况啊 我想要判断说其实事情还没刷 而且越来越大条 这是郭裂层 大家在那里的工厂里面 他的油实现很安 郭裂层的油 这是郭裂层的工厂 有什么 这是郭裂层他收回来的这个收水 就租作油 这是郭裂层的油 请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啊 其实就是这一张 就是这一张 那这一张啊 他们说去找到郭裂层 郭裂层是用收水油 飼料油 病死猪 还有牛链丝油 卖给强贯嘛 对不对 郭裂层被收押喔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大家都 大家不是都这样 不是只有我在做而已 大家不是都这样 不是只有我在做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还很多 他们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地溝油也叮叮叮叮 国际形象重挫 后来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他们把这些地溝油 全部都收集起来 现在发展一个东西 就是生殖柴油 他甚至跟波音公司合作 他们几年生产两千万 那是两千四百吨 两千万吨的地溝油 都把他生产成生殖柴油 让火灵去堆 现在香港合作 河南航空 现在他们把这地溝油 想要把国际形象搬回来 好 人家政府有在做 有材料抢 有什么 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 没有 我怎么怎么说 现在大家在说共产党政府比较好 你不敢敢吗 我感觉像是 你跟我说这个地溝的问题 环保署说 有什么 有外观 因为废汽油是我灌的 没错 我灌完完之后 存的要怎么用 这要经济部去灌 这不是我的事 收回来是我在灌的 要怎么用是你灌的 经济部说 你不能全部都交给我 其中还有一个部分 这是你吃食材料的 你也要跟农委会说 怎么都算到我头上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 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说 这样没啦 今天受到这个教训 从此以后我们在发展下 以后不会再让大家受伤 没有一个人这样说 一个都没有 我不知道 人后老百姓在说 我今天还有一个朋友 昨天晚上 赞给我 他是中部 也接近百年老店的饼店 他跟我说一句话 有事你能帮我开机家伙吗 我说你没对了 我说我没对了 他说我做不了了 我说你百年老店你做不到 你是对不对 后面都 我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饼怎么办 他说我没有信心做下去了 我虽然没钓柱 问题是我现在不知道 要用什么东西来煮我这些拼 我才没钓柱 我信任你政府的GMP 我信任你政府的CS 我故意人 我为了保有我祖先百年老店的心理 我用这最好的 问题是我用后 老百姓也跟了我一百年 他也相信我啊 买豆腐去回家吃 吃完之后出事了 政府说没问题 我再请来一边判断这个新闻 今天 嘉义管政府 去查一间做油的 嘉义在六甲乡 有一间仅有临时工厂登记的 动物飼料用油的自由业者 连三两天 管政府联合鸡茶小组 跟调查站人员 应该是调查局 起来都吃闭门羹 而且呢 他们甚至于业者还报警 要抓现场去采访的媒体记者 各位管政府呢 见业者态度这么蛮横 今天先依赐料管理办法 开划六千到一万八 同时下达最后三天的通牒令 他说这个联合鸡茶小组要他交出上下游的名单 他说他不交出来 然后他说你要有公文才可以 为什么他不交出来 99%有问题 临时工厂做油 他要做什么人吃 当然就是用合法临时工厂在掩护非法 非法我高度的怀疑他做的是跟郭列臣一样的东西 郭列臣不是说 大家都这样做我根本没法而已 因为没问题他就会开大门让大家来击杀 并且乖乖交出我的上下游 因为我一切都透明我干干净净 就是因为有问题才要关门才不肯交名单 我的意思是说案情不止可能不止这样 我们再看 这个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原来废的食用油 也就是所谓的收水油 是没人在管的 今年台湾有多少收水油 政府说八万五千 八万五千盾收水油 但是真正有回收的大概只有一层 比如说五千万资本的 五千万以上的餐厅 餐厅要登记申报 你想要不要登陆那就是了 对 要申报 对 遗书要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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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有一层在申报 其他呢就剩下七万吨都不知道流向 可是真的只有七万吨吗 不一定 陈大的教授公五十万吨不知流向 然后你知道吗 陈大教授讲五十万吨以后 这个环保署说那是乱算 那人家问他说 好啦既然人家乱算的话 那你没有申报的油有多少 然后都跑去哪里 环保署说 不知道 我觉得环保署那个才不负责任 因为他的八万五千吨的数字 是在2007年的时候 环保署当时有一个专案计划 就是把这个回收油 他们是叫回收油的申报 列了一个事办的一个专案计划 就是说你有回收油 你收到哪里 你把它收 你要去申报 当时是这样推估出来八万五千吨 好 2007年到近七年 这七年来台湾的人口增加不多 可是大家别忘了 一年多了八百万的观光客 八百万人要吃吗 要吃 要煮吃吗 要用油 那这些增加油 三分之一 台湾人口三分之一量 台湾的加有2400万 对 他要增加台湾等于三分之一的人口 这些人吃的 这些回收油难道不会增加吗 如果那时候八万五千吨 现在加三分之一 应该是加11万吨 至少保守11万吨 11万吨的一成 有回收 所以有十万吨没回收 所以你环保署 你应该是要与时俱进 你说我现在手边没有最新的数字 有没有办法统计出来 你是可以统计 只是看你要不要做嘛 而且我觉得环保署 他应该要做的是说 好不管是十万吨还是五十万吨还是八万吨 他他可以说 对不起我过去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然后我也没有管理 可是我现在开始 我认为应该要怎样怎样管理 他不是应该告诉我们他现在要做什么吗 可是现在你不管是环保署啦 然后卫福部啦 经济部啦农委会啦 没有一个部门告诉我们说好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未来要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不知道 所以大家现在还是停留在今天又报几家 明天又报几家 然后可是没有人知道说 那后天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不再有这些店家可以继续报了 不知道啊 郭列诚去收所有一金钱多少 一公斤收12三块 所以环保署用这点啦 那不是废弃乌 那有隔壁 哈哈哈哈 既然不是废弃乌 当然不是环保署管啊 经济部管啊 所以这算商业行为啊 χ 那经济部要管 所以郭列诚还说我在帮环保署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对 他到去收 连私有也收耶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 我今天講兩件事 一件事情就是說 強灌日脈的不單純 那個油不知道怎麼走得對 第二項就是 我們這裡有 剛才年方這樣算是對的 有10萬斤 其實不知道怎麼走得對 10萬斤是不是 還有人收起做收水油 讓我們吃 待會兒來請教吳老師 來 先休息 老師傅 收水油10萬斤 不知道怎麼走得對 要走得對 這個當然也可能 就進入到我們的食物鏈 我跟各位講 因為台灣在回收這個廢油 環保署有一個回收機管會 回收機管會裡面有一個組 專門在負責這個廢油回收的部分 過去實際上是有考慮到 我們這個所謂的收水油這個部分 其實它大部分現在都在回收 我們汽車機車的廢機油 因為裡面我認識不少人 甚至裡面也有 我過去的學生在裡面 我曾經親自請教過他們 實質上來講這些 這些收水油應該就是環保署的責任才對嘛 因為大家每天在台北市大家晚上在收這些東西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環保署的責任 但是環保署的集中精力 它只看這個機油跟汽車用的這個部分 機車用的這個部分 它不願意再去管收水那部分 其實收水那個部分過去是有利可圖的 還記不記得昨天我在這邊講過 有關於台灣生殖柴油這個系統 收水油那個我們要記得收水油在收的時候 收是收收它有一個行業 處理收水油又是另外一個行業 過去呢是有人專門去收這個行業 然後交給處理業者 那處理業者呢 他在把它稍微初步精煉了之後 他可以賣給更高等級的那種所謂的 專門在做生殖柴油的那種 那這個回照 對 回照後來慢慢減少 那這個系統這個系統後來呢 因為生殖柴油我們停了也就不見了 那個回收業者還在 但是後續的這個處理業者 因為他上游的在做生殖柴油 他其實他也不願意收了 不願意收了之後呢 甚至停頓了 於是呢 這個部分自然他要找 他收收來了 沒有幫他做出段處理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他當然要找後續的這個出路啊 其實這一個這一個部分啊 是我們在收水油管理這個部分 非常大的一個漏洞 我們台灣真正的把這些收水油拿去啊 或者是把這些工業用油啊 把它拿來啊 做成生殖柴油 我們的技術是很精良的 剛剛洪怡有提到 有很多東南亞的這個國家等等之類 他們這些東西做了之後啊 荷蘭航空 我們台灣這個技術也是用所謂的薄膜蒸柳 我們叫membrane distillation 這種技術做出來的 也是現在沒有台灣不用啦 他們怎麼辦啊 還是一樣的外銷到歐洲荷蘭這些國家 我們這個技術是有 但是啊 我今天也在另外一個場合 我說這個罪過應該歸在誰身上 歸在中油身上 這裡面還有一個值得大家去探討的事情 如果說呢 中油他做生殖柴油出來給汽車用的時候 他也能夠符合CNS的國家標準 然後呢也能夠呢符合我們石油法的這個規定 我們生殖柴油這個部分政策不會被停頓的 他會繼續推的 但是中油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水準 其實台數達到這個水準 那我們為我們現在的這個政策好像為了保護中油 我們把整個生殖柴油停掉 這其實來講 我真的講這不是很公平的這事情 今天我還碰到一個中油的這個董事 他說這個事情呢 中油內部在董事會的時候曾經檢討過 檢討過了但是中油認為說這個東西啊 還是不要曝光好了 不要曝光 所以從現在開始曝光 必端存在 不要讓大家在外面知道 不然不好意思 所以我是覺得 真正的要怪 我是覺得有大部分的這員還要怪這個中油 被過分保護 好 這是說到生殖柴油去 中油都沒有辦法生殖 生產好的生殖柴油嘛 所以今天這個政策停了 其實今天中西部也說到 生殖柴油很停囉 可是廢油還是那麼多啊 對啊 那去哪裡了 跑去哪啦 老師 跑去哪啦 對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啦 現在基本上來講 跑去怎麼樣 跑去另外一個所謂的 天然的廢棄物處理廠 我們在肚子裡面 這是大家的腸胃道 大家以為這樣處理了之後呢 這些真的處理掉了嗎 我告訴各位 這些東西啊 裡面的有毒的東西 從A 沒有啦你跑到我們的肚子裡 這不是有人做 有啊 大家都在做 有人做我們都抓不抓到 你如果有可能抓得住 這要抓的是要抓 後面才抓得住 我說給你聽嘛 這裡有毒素 有毒的東西 這個A變成B B這C B這D嘛 對不對 那一直抓的嘛 對不對 照理來說大家說 我翻到A變成D 我們就排出去了 沒事了 實質上來講 這事情才大了 因為這過程當中啊 即便你排了 比較不毒的 也許這樣處理一天 比較毒的 可能過了一個禮拜 更毒呢 好幾年 這麼過這個時間當中呢 我們身體很多很多細胞 很多組織都壞掉 甚至很多細胞甚至癌化了 結果怎麼樣 這些廢棄物呢 這些有毒的東西 還是同樣的存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所以洪路先生你怎麼知道以前我們 這年十萬棟的收水油其實 不知道怎麼走 沒有 以前我們知道是有去做生殖才有 但是我要說的就是 我覺得十萬噸絕對不值 不值不值 你家庭的 你 餐廳的 餐廳的 我們講到攤販的 而且 這些絕對不值啦 我跟你講啦 我舉個例子啦 全台灣有多少賣原素機的 那是多少啊 但我覺得 這個環保署你講這種話真的是完全不負責任 這個不是他管不知道誰管 如果說可以賣的就不是他管 那我問你環保署 拜託你要說什麼 因為環保署長現在在後面聽不懂 對 你沒有說什麼 你如果那個廢棄物 我們賣的都不是算你的 那我問一下 我們的那個寶特瓶 可不可以賣錢 可以啊 那是不是廢棄物 那是環保署要管的 同樣的道理啊 那經濟部管才對 我現在才知道以後這個寶特瓶的回收 是經濟部的業務 我現在才知道 有經濟效果 我覺得這個很容易去做 你知道嗎 因為環保署他只要一個行政命令 其實也不用立法 你各縣市的環保局 你所有的這些集中管理集中處理 然後你的流向很清楚很明確 就斷了這個源頭了嘛 那說什麼不是他的 我覺得這個環保署長 我不知道在後面聽不懂 我覺得這種人不配當環保署長 環保署長什麼名字 也不知道啦 哈哈 我現在起到外面 真的有把他閉上了 他有些好說真話 我覺得他講的就是說 馬英九看到這個事情的時候不要想到說 因為選舉到了去打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我也出來講 曹喜宏說有有我是有疏失 可是我們剛才討論過這是跟國家政策有關係 你甚至財油停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後面這一塊怎麼辦 然後當你進口這麼多所謂工業用租油 我們現在講可能是大陸地溝油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想過那為什麼要進口這些東西 那是哪些廠商 這個都要中央政府的部會之間來協調來做 結果你知道這個社會壓力只達到一個效果 就僵硬化不去爬山 我現在真的反面是 我覺得他去爬山好了 如果他去爬山 爬完山下來可以跟我們講說 這個事情我有個解決方案 我覺得這還好 他不去爬山 他也想不出解決方案 然後最後你把它推給地方政府 我們今天講是 每天問題越來越嚴重 之前只是說 郭烈成這個壞蛋 現在是整個體系都出問題 馬總統 一章 怪地方稽查不徹底 他說這最關鍵 當然就是屏東管政府 屏東管政府應該有多少 這個職員 中央政府難度不職員嗎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這廣告 好那麼在討論 屏東縣政府跟中央政府的責任 之前 我這個跟吳老師講一下 你跟五歲人輸 通海大學那個蘇正德蘇老師 對啊 人家說他叫電視來設計你 我告訴你 真的人家的心比較正直 真的為好方向去想的人 不會秤才能設計 我覺得他就是本來心態上面本來想的 就是 跟我們現在正常想的不太一樣 所以才會被設計 其實我那一天我也知道 不只是 哪一個 場所 另外一個場所其實 大家也都在想辦法 要透過這樣的設計 來瞭解他真正的心態 什麼意思 因為大家不知道他說這是真的假的 當然要經過一些 比如說我們 蝴兄在 公圍 或是怎樣 在高談 不然就是 經過 經過一些什麼華東 才能了解 他心裡真的在想 所以那天那個華東 就是要了解 切底了解 他心裡真的在想 你怎麼有吃過 全統香豬油 沒有 我們怎麼沒吃 有人吃他 他人家說 氣味不錯 我現在回收的都送他 這輩子都吃不完 他這個做法就跟 另外一種 可以替全統公格的方法 是 好 那今天 這樣講 這是蘇老師 蘇貞德蘇老師 三例的標題 下這種標題 好 抓到了 吞收水由蘇貞德被報是 強冠的 邵東的 指導教授 怎麼這麼剛好 怎麼這麼剛好 我也不知道這麼剛好 可是我覺得啦 他 這個蘇教授 跟這個 強冠的邵東 有可能是認識之後 他才請他的邵東來唸 唸書 有這個可能嗎 我認為很有可能啦 像現在很多研究所或什麼的 有可能都這樣子來唸 這是 生熟才才來找 我很強烈的懷疑 因為 他我相信這個蘇教授 他跟很多食品業者 都非常熟 那這個蘇教授 今天 網友就漏收喔 說他有接 食藥署 農委會 中央政府 還有地方政府 還有學校等機關的評審委員 對2007年開始 總共接了59個案子 許老師你很貴案 我沒有那麼多啦 因為他這個跟企業有關係的 尤其又跟食品有關係 案子會蠻多的 所以從中央各層級都有 我要講一下蘇教授是成名 不是因為他在電視台吃豬油 是他一開始食藥署就找他來背書 對 我要問食藥署是 如果他跟強冠有關係 當強冠出事的時候 為什麼一個跟強冠有關係的教授你會找來背書 他跟強冠之間什麼關係 這老師跟強冠之間他們個人的事 我要問的是食藥署為什麼會找他來 為什麼不是找吳嘉誠出來背書 對 對不對 因為他知道吳老師不會幫他背書 對啊 你找他來背書 然後這個教授又到電視台去吃豬油 吃強冠豬油 那強冠的邵東又是你的指導教授 你指導的學生 這裡面 慘觀學不都剛剛好都連在一起嗎 而且又不只這一次 之前瘦肉精萊克多巴胺 數畫技 他都出現過啊 2009年要開放美國牛肉 那有萊克多巴胺 對 瘦肉精 他說牛肉沒多啦 社會各界炒成這樣已經是政治口水掛帥了啦 這不是牛的問題 這是麻的問題 麻我想他說就是有的人就是繁麻 對不對 2013年的問題 這個澱粉 他說順定食藥酸是水溶性的物質 能夠排除體外 並沒有民眾想 想得那麼堵啦 不用怕啦 2013年大同甲油事件 他說同業綠素是合法使用的色素 他不是毒素啦 今年的搜索油事件 他說啊 沒關係啦 這個微量啦 不到半茶池 所以也不會傷害啦 奇怪他都是那種沒問題的 所以你現在有時候 衛生署第一時間要找他嗎 嗯 衛生署不是隨便找人開玩笑 他會看你過去的發言紀錄啊 這過去的發言紀錄 對我都有利啊 那我當然找他來啊 你看他接了中央政府這麼多的案子 那可見他們 本來就極為熟識 本來就是同一群人那當然要找人來幫我說話我當然是找我朋友啊不然我要 我要找吳老師嗎 開什麼玩笑 可是石井你看他講沒毒可是人家真的氣色也不錯 啊不知道啦 對啦 還不知道啦 也不知道他吃了多少 有些不是吃了馬上會毒發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那個政府態度是什麼 他第一時間不是告訴我們說 大家 我們現在要怎麼處理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我們趕快開記者說啊吃一點沒關係來一天一滴OK的 這是善利說的 我覺得他說年撈 擔任政府的評審委員年撈六百萬 因為他總共接了59個案子從2007年到現在 薛老師 這樣收集到底是對嗎 我想他很多應該是研究計畫的經費啦 要聘助理啦 實驗器材啦 不過 這麼多案子真的數目也很多啦 表示說他跟 他有拿多少錢 這個我就不知道啦 吳老師理解嗎 一般來講一個政府的這個計畫來的時候主持人可以他可以 做這個計畫主持人他會編主持會 主持會是按月記的 有時候看他自己怎麼寫 有時候一個月可能一萬兩萬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可以算的話 他如果一個計畫的話 一年的話 他可能就是 十多萬 甚至 20萬 他可以拿大概20萬 對對對 那你想想現在假如說真的是有59個計畫 這是光是在 檯面上的這些部分 那其他部分恐怕還要再另外再聯繫 那可能也不行 我一向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巧合 剛好他星期 我看社會新聞跑那麼多 我曾經跑過一個社會新聞 警察去抄到一個嫌辦 他車上有槍 結果警察說你怎麼會有槍 我剛好我去草叢的時候 撞一下 那個穿剛好背後 撞下去 警察怎麼撞出來 這事情這麼巧合 也有人的 結果似乎你剛才撞下去 我當時就一直進去 這麼巧合的事情 我就不相信 大家都發信你的辛苦 謝謝 我覺得如果一個學者 可以把自己的 那個道德跟兩次之間的研究 偏向所有 大家現在是死則罷的這個人 我覺得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 不管是50萬 500萬也好 你都可以 都可以跟你們同學 你今天面對社會大眾 吳老師 他剛好有頭有頭的東西 你們一樣同等級的生物 你自己放在那邊